女人把碎玻璃慢慢塞进自己的嘴里 然后她开始细细咀嚼 对面的女孩吓得让她赶快住嘴 可她却根本不受控制 女人这个样子都是因为卷毛玩的游戏 深夜两点卷毛打开游戏 电脑显示第一罐 选择咖啡还是蛋糕 卷毛还很奇怪 怎么跟咖啡厅的菜单一样呢 她直接点了一杯咖啡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诡异了 服务员说的每句话都会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卷毛以为是服务员搞的鬼 可服务员根本不知道 卷毛吓得关上了电脑 前方场景却发生了突变 迷雾中自己死去的弟弟竟然出现了 卷毛急忙再次打开电脑 新的问题来了 我们是否需要休息一下 yes or no 卷毛选择了事 服务员便开始往地下扔水杯 一个 两个 问题又来了 让她打碎更多 还是收拾干净 卷毛选择了收拾干净 接下来就上演了开头的一幕 服务员满口纤细的狂交玻璃茶子 卷毛尝试着阻止她 缺不起任何作用 而游戏此刻也通关了 这是2022最新惊悚电影恐怖循环 游戏变成了现实 不玩就得死了 这个游戏是她和小柯无意发现的 通关奖金竟然有12万 小柯忙着在家设计游戏 卷毛抱着试试探的态度独自开始了游戏 结果服务员吞烟随玻璃而死 等卷毛惊醒后 她还以为是个梦 警察却来到她家调查 咖啡厅服务员自杀了 游戏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 而且噩梦也并未结束 第二天的恐怖游戏又来了 这是一款让虚拟变为现实的游戏 如果不玩就得死 卷毛正在公司庆节 时间也到了午夜两点 妈妈的电话突然打来 屋子里出现了很多老鼠 突然公司房间灯光熄灭 身后的电脑自己启动了 游戏再次开始 第二关来了 妈妈被锁在卧室 一只大老鼠出现在客厅处 第一个问题 老鼠已经没有食物了 选择客厅还是浴室 不选就死 这次卷毛的答案是老鼠的选择 游戏想让它吃掉自己的母亲 卷毛选择了浴室 然后它让妈妈赶紧离开 可妈妈早已吓破了它 由于让它错过了最佳时机 老鼠从浴室出来 它只能返回卧室关上房门 新的问题出现了 破门而入还是一点点要还门 为了给妈妈争取时间 卷毛选择了第二个 再让妈妈从窗户上掉出去 妈妈不见了 游戏也通关了 可从窗户跳下去的妈妈生死不至 卷毛愤怒地把电脑砸坏了 自己也被公司开除了 卷毛回到家里 屋子里像是被怪物摧毁了一半 门上也有个被咬坏的破洞 而妈妈也是浑身之上 住进了医院 真的能影响现实 这个游戏简直太可怕了 卷毛把这些告诉了小客 小客本身就是游戏设计师 他决定用自己的技术 来帮卷毛解决问题 可游戏的牛逼之处连他都惊呆了 他的表情 他的话语几乎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第三波开始了 选择红门还是蓝门 小客本想选择蓝门 可门后传来鬼一边去的声音 两人只好选择了红门 进去后是一个游泳池 卷毛好像看到了逆水死去的弟弟 紧急的小客就遭到了攻击 当卷毛发现后 小客和弟弟早已躺平了 游戏问题又来了 就小客还是弟弟 卷毛认为弟弟应该是游戏虚拟出来的 他还是选择了小客 弟弟却突然抱起向他攻击 可姐姐打弟弟那是天经地义 卷毛就这样掐死了弟弟 两人也顺利通过了第三关 小客根据游戏注册地址 找到了游戏公司位置 这却破坏了游戏规则 两人来到一个废弃大楼 也终于发现了游戏的真相 这款游戏叫诅咒者 就连开发者也不知道诅咒是怎么产生的 只知道它会改变现实 玩家被折磨得越载 诅咒者便会得到奖励 在游戏测试的录像里 开发者启动游戏后 他此刻便是诅咒者 他对玩家提出问题 吃手臂还是吃电脑 同时他割破了自己的手臂 玩家一脸不懈地选择了吃手臂 结果当时就不受控制 开始撕咬自己的手臂 而诅咒者的手臂竟然慢慢还原了 这就是所谓的诅咒奖励 录像结束后 开发者再次出现 宣布第四关开始 一个靠折磨人得到奖励的游戏出现了 可玩家却要破坏规则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惩讽 开发者宣布第四关开始 小柯也直接变成了电子人物 游戏给卷毛的问题也来了 倒带还是快剑 不选就死 不管卷毛怎么选 小柯也是被折磨得痛得欲生 直到最后 小柯惨死 卷毛则顺利通关 最后一关也随着到来 卷毛按照指引来到偏僻的别墅 里面住的是上一任游戏者 大叔的妻子和儿子都是游戏的受害者 妻子的眼睛被大叔完没了 傻儿子的舌头也让大叔整锅了 妻子恨斗了大叔 儿子也怕急了爸爸 听到卷毛的来衣 大叔懵憋了 他完了半天自己竟然成了最后boss 两人只能活一个 不完就死 终极关卡正式开始 卷毛直接拿起了刀 可大叔反应更快 上去就一盘子 结果他自己脸上开花了 竟然是打自己对方受伤 那么就看谁能最先杀了自己 卷毛拿着刀就要自尽 大叔却用脑袋撞桌子反将一军 傻儿子蝴蝶狂魔 上来就给卷毛一枪 结果大叔直接中枪了 对儿子骂骂咧咧 傻儿子又给老爹一枪 卷毛也重弹摔出房间 妻子抢过枪 对着卷毛就开始步枪 他可恨透了大叔 大叔冲出来抢走了妻子的手枪 卷毛也想出了一个办法 幸亏没子弹了 否则直接结局了 大叔换把刀抹脖子自尽 卷毛也终于心随所愿 掉进了游泳池 大叔本以为活到了最后 嘴里却不自觉地开始吐水 割后居然没有淹死块 卷毛的喉咙那是真铁 游戏结束 卷毛取得了最后胜利 而他也得到了游戏里的一个符号 胜利后的卷毛仿佛打开了 邪恶之门 他开始测试游戏的特性 他启动了游戏 玩家是总骚扰他妈妈的男人 男人选择听卷毛的话 可下一刻 他的身体便不再受自己控制 卷毛的伤口全部愈合 这就是诅咒者的礼物 开发者的电话再次打来 他让卷毛把游戏玩下去 牺牲一条生命 拯救另一条生命 诅咒也会成为礼物 也许这就是诅咒者能循环下去的原因吧 雷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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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